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任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犯罪片 多落花之鬼打墙 讲述女大学生和网友见面 却被拐帮到农村并且生瓦的故事 春花是个刚毕业的都市小白领 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喜欢网聊 并且还认识了一个高富帅网友富贵 两人聊了有半年多 富贵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春花坐上了公交车就去灭机 然而见面后春花并没有见到高富帅 反而出现的是一个中年大婶小碧齿 春花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但是凭借小碧齿的巧言认识 转眼间他们成为了中国好闺蜜 春花说我就要不紧张 小碧齿说我就要不要脸 呵呵镜头一转 春花醒来后才发现 自己被小碧齿给拐卖了 以3000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这个叫做二狗的男人 春花苦苦的哀求二狗放了自己 二狗自然不会同意他的要求 晚上二狗饥渴难耐 想要霸王运上宫 春花拼命的护住自己的身体 第二天 二狗送来了饭菜还有一个勺子 正是这个勺子 让春花发现了逃跑的机会 经过几天的折腾 终于从窗口逃了出来 不幸的是脚不声惊醒了大黄 大黄的全肺声又惊醒了二狗 春花挨家挨户的敲门大喊救命 可是并没有人理他 春花被关在了茅草屋里 还用铁链拴住了他的脖子 春花不肯喊二狗他娘叫娘 二狗他娘就用木棍狠狠的敲打春花 随后二狗又做起了没秀没少的事情 二狗他娘告诉二狗 想要拴住一个女人的心 就赶紧生个孩子 圈起来这是重脸 没过多久春花就怀孕了 成功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叫做小东西 春花统一不再逃跑 为了断掉春花继续逃跑的念想 二狗用烙铁烫伤了他人的脸 时间过得很快 小东西长大了 仅仅出现3.8秒的镜头 小东西就掉进水井里淹死了 事后春花的神志变得有些异常 经常把别家的小孩当成自己的孩子 还对着深井呼喊小东西的名字 为了再要个孩子 春花主动和二狗发生关系 可医生却告诉他不能再怀孕 二狗他们的想抱孙子 于是又找来小壁吃 想要再买个媳妇 可是价格太高 需要1万块 春花说 我帮你骗个女王友来做媳妇 可是生下的小孩得管我叫妈 春花果然骗来了一个女王友叫秋月 春花告诉秋月 只要和二狗生个孩子 我就立刻放你走 尽管秋月祈求春花放了自己 二狗还是强暴了秋月 秋月不愿忍受这样的生活 割尔自杀 掩埋尸体之后 春花就经常做噩梦 梦到秋月的鬼魂来追杀自己 梦到自己遭受的凌辱 梦到死去的小东西 他把自己活活的给逼疯了 他拿起砍刀 一下子砍死了二狗他娘 接着又砍死了二狗 正好小壁吃赶来 给二狗介绍媳妇 春花也把小壁吃给砍死了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现在网友许谨慎 想必很多朋友都接触过网恋吧 小方留言说出你和他的故事吧 点关注不迷路 明天再见 拜拜